今天,一些牙片当地居民为逃避火灾,而跳入海中避难的视频画面也在网上流传开来。 据悉,这一令人震惊的视频是由一名幸存者在上周拍着的,画面显示,许多受到惊吓的当地人跳入海中,拥抱在一起,以避免自己被大火吞噬,他们的周围布满了浓烟,不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火光。 据悉,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火灾中被烧死的,另有一些人是在逃离山火,时被淹死在了海中。 希腊当局表示,他们有理由相信此次的火灾是由动火造成的,情况之所以如此严重,是因为当时的风速,高达每小时100公里,使火势迅速蔓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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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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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